欢迎来到养生说频道 我是小秋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种肉吃多了 糖尿病 心血管病可能都会找上门 肉类是人们饮食中常见的高蛋白质食物 近年来 研究表明过量食用一种肉 可能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关 那就是红肉 红肉作为高蛋白质食物 虽然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但如果摄入过多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可能都会找上门 这是为什么 首先 看下红肉与糖尿病的关系 一 高饱和脂肪摄入 红肉中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 进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二 烹饪方式与致癌物质 高温烹调红肉 如煎炸 烤制等 会产生致癌物质 这些物质也与糖尿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 三 缺乏纤维素 红肉中几乎不含膳食纤维 而足够摄入膳食纤维对预防糖尿病至关重要 若摄入不足 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 亦发生糖尿病 其次 明确红肉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一 高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红肉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二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过量摄入会增加动脉周样硬化 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的风险 二 炒菜用油的影响 高脂肪的烹调方式 如使用猪油 黄油等动物油进行炒菜 可能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 亦造成血栓形成 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可能性 三 加工肉制品中的添加物 加工肉制品中添加的亚硝酸盐 磷酸盐等物质 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此外 学习科学合理的食用红肉 一 控制摄入量 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身体需求 不完全相同 所以红肉摄入量也有所差别 但一般情况下 每人每天摄入100到150克的红肉 即可满足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二 选择优质红肉 尽量选择去皮的肌肉 鱼肉等瘦肉 以减少饱和脂肪与胆固醇的摄入 在购买之前 也要注意食品标签上的营养信息 以便选择更健康的食品 三 健康烹调方式 煮 蒸 炒等 属于相对健康的烹调方式 建议平时多采取 而应该避免高温油炸 炭火烧烤等 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烹饪方式 四 平衡饮食 红肉属于荤食 含有较多的脂肪和蛋白质 在吃的时间 建议合理搭配素食 如新鲜蔬菜 水果 全穀物等 以补充维生素 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红肉的依赖 五 多样性饮食 保持饮食多样性 不仅有助于减少红肉的摄入 还能获得来自其他食物的各种营养物质 更好地维持身体健康 此外 在关注饮食的同时 也应该注重运动 因为散步 跑步 游泳 打球等有氧运动能够控制体重 提高免疫力 增强抵抗力 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 每人每周至少应该进行2小时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红肉是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但过量食用可能增加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合理控制红肉的摄入量 选择瘦肉 低脂肪的烹饪方式 搭配其他食物 如蔬菜水果和全穀物等 是保持健康饮食的关键 此外 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适量运动 定期体检等 与红肉摄入相辅相成 共同守护健康 只有综合考虑饮食和生活方式 才能更好的预防疾病 维护健康的身体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影片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您也可以帮助我 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 他们会感谢你无私的关怀窝 有缘我们下一期见